刚才三位老师有很多好的东西,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了。 但是其实一点好的东西就是说第三位老师,比如说举个例子,其他两位都有。 先指导学生手机阅读与整理资料,包括在网上手机资料,我觉得很好。 就让那个学生去学,但是假如能够设计,也让他们根据这些资料去问一些问题。 我今天早上就问问题,所以假如能够加上你可以有兴趣问什么问题呢?这样就更好。 我现在就也是问问题了,首先第一个就问,可能问王教授。 所以你是知道的。 那为什么我问你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社会学习领域,这个领域是代替了什么科? 你明白不明白? 这个领域是从学科。 根据什么学科来? 主要包括公民历史第一。 但是其实它还会牵涉到别人。 谢谢。 就是说我觉得这一课是综合性的,统景的一课。 所以我就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 Tiler问了四个问题,课程教学的那四个问题。 第一目标,第二,learning experience,学习经验。 他们都有,他们提供这两个。 但是对第三个,第四个,我看不到。 为什么我说第三个还没有呢? 就是说,这三个课题,比如说, 现在的安居落叶,然后是水汁人,然后就是这个全球冷化。 这三个关系。 这三个课题,在六年级,国中七年级的关系, 就是根据课程的组织来说,那个vertical integration。 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到二年、三年、六年、七年到,比如说,国三、国中九年级。 它两个关系是怎么样? 这个课题,跟其他的课题在中上的组织是怎么样呢? 我看不到。 因为,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这个课题跟前后年级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个课题跟这一年级,其他的课题的关系是怎么样? 只要能够清楚表达这一方面是更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一个概念图,concept web。 比如说,第一个发表的, 它说它的关键只是土地开发, 雨水争地,雨山争地,石地。 这是重要的概念。 这是概念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个概念跟其他不同年级, 在同一个年级其他的课题之间有没有关系。 假如它是一个课程统整,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问黄教授。 就是社会学习领域是一个统整课程的话, 它的重要概念之间应该要互相有关系。 有些是比较多的关系, 有些是比较远的关系, 但是一定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些重要概念, 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关系。 而且有什么作用? 比如说, 我首先是三个老师的整体问题。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区政组织。 第二个问题也是, concept map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就是跟objective有关, 就是目标有关。 目标我看, 第一个问题就是认识。 因为找到跟bloom的分类, 我觉得你们的cognitive方面比较多, 比较重。 但是那个affective, 就是诚意, 跟cycromotive方面, 我觉得比较小,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cognitive方面, cognitive knowledge那方面比较多。 我不知道你们对理解, 因为第一个老师, 七个目标有四个是理解、了解。 然后第三个老师, 三个都是了解。 我不知道了解的意义是怎么样。 了解,比如说英文是understand, 老师今天就问学生, 你明白不明白。 其实他对这个明白的意义是怎么样。 他明白不明白, 他说明白的意义是怎么样。 我看过一个video, 是美国的, 他就觉得明白是要六个度上, 六个。 我举一下例子, 他首先是可以解释给别人听, 解释,解释, 然后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不同的角度, 第一, 还有就是你可以应用, 可以apply, application, 然后包括, 这些都是cognitive, 还有一个是同理心, empathy, 然后最后是self-knowledge, self-knowledge的意思就是你知道自己懂什么, 还有你知道自己不懂什么, 不知道什么。 这个他就说就是明白了, 就是understand, 理解了。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objective里面说, 学生要理解, 能理解, 了解等等, 是代表什么意义。 只要这个搞清楚, 你们在教学就可以更清楚, 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一个整体的意见。 也认为个别的意见, 第一个老师也是关键词的。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的关键词的作用是怎么样, 是不是跟你其后的learning experience, 你提供的学习经验有关。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举个例子, 其他三个都应该很有关系。 实地,我在objective里面没有看到实地这个概念。 objective, the objective没有, 你怎么去写一个关键词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在第二页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他们的教案, 你在第二页里面就造学目标, 但是你在第三页里面呢, 跟第三页里面的主要学习问题, 是有没有关系的。 我只是一个问题, 因为就是造成目标, 就七个, 然后你的主要学习问题, 就四个, 之间有没有关系。 我就希望就是, 然后第一个老师, 你的教学资源很多, 你列出十个网站等等。 但是我觉得你在第三页里面, 提出你的网站, 跟后面你应用的网站, 也有不同的。 有些网站在后面没有说明你要用这些网站。 但是也有一些网站你用了, 前面没有提出来。 你可以看看是,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第二个老师, 第二个老师的教学目标呢? 好,很快。 你第一页就是用教学目标, 但是你在第三页, 第三页, 你用学习目标, 都是同样, 同样四个目标, 但是你用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教学, 一个是学习。 教学是老师的东西, 然后学习是学生的东西, 但是都是这四个,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才对。 然后还有一点小的问题, 就是说, 教学机缘, 其实你要用学生自己找的网站, 但是你这篇没有列出来。 教授,我可以回应一下, 其实我在复, 复算时间啊? 我的档案夹里面, 因为刚刚时间不够, 其实我已经把, 我觉得, 他们在讨论过程当中, 能用的资料, 我已经整理了一份资料, 叫做参考资料。 OK, 没有问题, 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我又在讲, 一个也是很小的问题, 就是说, 你在第二页里面讲教学方法, 第二个是提问法, 不只是老师提问, 只是也怎么样让学生, 让他有一些机会, 让学生去提一些问题。 第二个, 第三个老师, 而且你的教学目标, 我觉得, 第一个, 第二个, 硬实, 只是knowledge, 知道也是knowledge, 就是content方面, 你就是, 层次比较低了, 我觉得, 从Bloom, Taxonomy方面, 然后第三个老师, 第三个, 也是提一个很小的问题, 你觉得第二页里面教学, 既然没有填什么东西? 我那个教案还是还没有完成吗? 嗯, 好, 就这样子, 我没有完成, 完成了十分钟的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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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